Hello, 大家好, 朱昌道 澳門除了賭場外,其實歷史文化底蚊都很深厚 幾百年了,尤其是分佈在各個街區的舊建築 都有南歐小鎮的味道 其中望德塘區的豐塘邪行最受文青歡迎 個個都要來打卡 其實這裏很多舊建築都用來展覽文創產品 好像這裏用來展銷澳門時裝設計師的作品 全部都是本土設計,可以即場買或訂造都可以 其實價錢都不貴 而對面街的芝沙爾影藝廊就是由舊民居改造而成 上年做展覽,一進來感覺是時光倒流六十年 回到阿爺、阿婆的年代 全部都是木造的樓梯和天花 傢伙擺設,很多都是街坊捐出來 由於夠了懷舊 這裏很多時候都借出來被人拍戲 至於婆仔屋隔離石級上去 就是豐塘邪行十號創議員 這裏08年開始啟用 面積六百五十平方米 前身分別是廉政公署和環境委員會辦事處 其後改建成為藝術中心 在三層高大樓裏劃分多個工作室 分租給澳門藝術家作為工作室和展覽 展覽是免費的 星期二到星期日 十一點到下午六點 逢星期一休息 至於館外花園開放時間全年無休 最近開了大騎樓給遊客拍照 還有懷舊黑白照的攝影服務 只是三十元一張 挺有趣的 最近豐塘十號創議員和望德塘區的特色商鋪 更在黃都酒店二樓圍海廳裡 設了二十個藝術文創攤位 銷售本地藝術品和文化創作產品 有油畫、花藝作品、皮革製品甚至微雕都有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 挺有趣的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而且可以用消費卡消費 展覽在六月二十七號已經開幕了 七月二十五今日有一天 下一次就是八月二十一星期六 和九月二十六星期日 時間是中五十二點到下午五點 各位文青老友記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留意 可以去看看 好了 這一集就介紹到這裡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我的Channel 下次見 拜拜